近日,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在河北举行,本届华媒论坛又迎来新面孔,不远万里赶赴盛会,这些海外华文媒体代表满心欢喜,期待多多取经交流,共谋发展。 1991年出生的朱家磊是巴基斯坦华商报总编辑,他认为,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有别于其他论坛,具有国际性、包容性。 此次前来,他希望能够与前辈们进行合作交流,探讨共勉。 我们复刊后,同时开写了我们的英文杂志,现在有中文中报和英文杂志,明年吧,明年我们的网站也即将上线,现在就是在走向全媒体举阵的路上。 当然来到这次论坛的有许多许多这样拥有丰富经验的老师,然后他们因为在海外发展多年,拥有丰富的经验,所以说我说这次来是学习的。 除了来学习的年轻人,论坛的新面孔中也有在媒体圈摸爬滚打多年的资深媒体人,他们互相交流在海外办报的经验,分享取经,并对中国各地进行实地参访,真切感受70年来阻击国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资深媒体人邱光盛是首次来到华媒论坛,他经营的泰国世界日报,目前是当地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。 当然其实现在办报纸不能只印报纸了,所以其实我们也有网络新闻,也有微信,微博,脸书等等都有,这次是我第一次参加,那因为现在其实办媒体不是那么容易,国内这些年网络各方面是非常非常的发达,一定是有很多可以借进的地方。 所以对这个论坛,我的期待是说,也许有那么几百口子人在这边可以撞击出一些新奶地儿,为这个媒体将能够更大放光彩。 今年56岁的陈文通是苏里南共和国中华日报副社长,他告诉记者,是华媒论坛让他找到了回家的感觉,通过这个平台,他不仅结识了众多志同道合的同行伙伴,还实地探访,感受中国的扶贫事业的蓬勃发展。 我是第一次来的,我这次过来参访了贵州那边三天,通过这几十年来,在一个青山老林里面,那些少式民主,他们已经在政府的帮势下,已经过上小区的生活水平。 我们会把这里的东西,强色如此的还原给我们国民的朋友,还有我们在国民的发展,通过我们的媒体传播出去,讲好我们中国发展的故事,这我感觉上这是我们的应用和使命。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将这些全球华文媒体从业者聚集起来,联谊交流,为讲好中国故事,传播中华文化,搭建了一个连通中外的桥梁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